这双女款的非人乔丹一代低帮篮球鞋是小陈5月13号在淘宝上买的,价格是1433.8元,网店的名字里包含只售正评几个字。 这是一家粉丝数42.5万的店铺,网店客服对小陈买的这款鞋的描述是官网专柜的货。 记者注意到,这双鞋的鞋盒有点破损,上面只有英文标签,鞋子的产地是越南。 小陈说,5月16号拆开快递,就觉得这双鞋子有点不对劲。 它的鞋盒是比较破烂的,比较薄的,不像是新鞋,鞋垫它其实是毛毛躁躁的边上。 这个边上有点毛操,对,包括这个鞋头,这个胶,感觉做工不是很好。 你就觉得感觉不对?对,感觉就这么感觉。 小陈和网店客服的沟通记录显示,5月16号他提出,我已申请退货,麻烦同意下。 网店客服回复,本店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,但必须满足几个条件,包括顾客承担来回运费,鞋子没有下地试穿严重现象,和防吊包扣不能拆掉等等。 小陈说,按照网店客服提供的地址,他把这双篮球鞋寄到了辽宁安山,但是快递的订单界面一直显示运送中,页面上还有因收件地址修改,包裹将送至新地址的字样。 在双方的沟通记录中,小陈问,你这边地址修改? 网店客服先回答,库房搬家了,后来又说,退货地址没有问题的,没收到退货。 那我就觉得不对劲,我说你怎么还没收到,他说他搬库房了,搬库房了之后又等了大概三四天,然后就是他就拒签了,然后说我这个鞋盒子破损了,影响他二次销售。 小陈说,因为网店方面拒收快递,5月24号,这双非人乔丹篮球鞋又回到了自己手中。 经过这么一折腾,时间已经超过七天,小陈也没有机会再申请无理由退货了。 他说自己越想越生气,就向安山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投诉,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进行了调查核实。 在当时网店这款非人乔丹篮球鞋的评论区里面,有顾客提到鞋面有瑕疵,甩锅给消费者,鸡蛋里挑骨头。 按照小陈提供的号码,记者给网店这个手机号打了电话,发了短信,对方一直没有回应。 记者在其他球鞋销售平台上查了查,这款非人乔丹篮球鞋,小陈穿的这个尺码1399元,比这家店还便宜点。 记者又陪着小陈找到了小陈一家商场的耐客专柜,货架上没有看到小陈买的这款来球鞋。 淘宝上客服进入详情页面显示,申诉处理完毕。 6月11号,淘宝客服给小陈发来文字回复,其中提到,目前商家回复,商品不支持退货退款。 而且商家账号及店铺已经收到平台的处罚了,建议您商品自行处理。 关于您举报的问题,平台也会积极配合处理的。 对于自己没有享受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件事,小陈还是有意见。 希望淘宝和当时网店给他一个合理解释。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。